你能帮我看看这是海岛哪里吗 猜对了就给你发露骨照片哦 这就想难住我海岛客难了 首先图片可以看到两边墙角 还有一个树窗 还能看见树窗外的景色 在海岛满足这种条件的建筑物只有三种 就是机场C字楼 战地医院 蓝色迷宫楼 机场C字楼小房间的颜色是蓝白拼接 战地医院小房间也是蓝白拼接 蓝色迷宫楼二楼小房间是灰白色 我们对比一下就可以得出 图片中的小房间就是蓝色迷宫楼的 而整个海岛总共21处蓝色迷宫楼 这应该怎么判断呢 我们再来看这把M4和子弹的刷新位置 蓝色迷宫楼小房间的物资 一般都刷在中心扣门口的部分 而图片的武器和子弹 显然是太贴近墙了 可以判断是人为摆放的 而人为摆放的枪口统一朝东 也就是说这个小房间 树窗的是朝东的 海岛21处蓝色迷宫楼中 小房间树窗朝东的只有7处 分别是海岛西海岸线 渔村的村头村尾 农场海边 Y城 N港路边 以及机场海岸线 再来看图片窗外景色 虽然图片模糊 但依然可以辨认出绿草地上有一棵树 以此证明它是一座郊外的迷宫楼 那么Y城 N港路边的迷宫楼就可以排除了 海岛西海岸线和农场海边 它们的迷宫楼小房间 是对着一片黄草原 渔村村头迷宫楼对着一片树里 村尾看到的 则是绿茶地和一棵树 好像是它 机场海岸线迷宫楼小房间 同样可以看到绿茶地和一棵树 这好像也能和图片上对的是啊 我们再仔细看一下这个图片 树几乎是对着树窗的 而且树下还有一堆绿草地 而渔村村尾迷宫楼外的这棵树是偏幼的 而且它的树下没有扫堆 所以 掀起此瓦以此抹黑肚子 图片中的小房间 就是机场海岸线的蓝色迷宫楼二楼 好笑 我是认真的 我是大师兄 点个关注吧